少儿动画播放排行榜 小猪佩奇位居榜首傲视群雄 可你大概率不知道 他151的点击率里 极大的贡献都来源于成年人 对 大概率就是你们这些正在看视频的 心智成熟的成年人 这只长得像一个粉红色吹风机的猪 在年轻群体的社交圈爆红 小猪佩奇身上文 掌声送给社会人 一系列鬼畜而可爱的行为 招式着流行于年轻人之间的亚文化 不得不说年轻人的眼光足够毒辣 今天就带你深揪 这鼻子长在脑门上的小猪 有着怎么样不简单的绅士 正面的耳朵 侧面的鼻子 正面的眼嘴 侧面的尾巴 正面的身体 以及侧面的脚 这种奇异的画风 其实叫立体主义 他的创始人你一定听说过 他就是巴布罗·毕加索 1907年 毕加索画了一幅名叫 《亚维农少女》的作品 宣告了立体主义的诞生 这幅亚维农少女 看起来就像由无数碎玻璃片拼接起来 一样奇怪 更加诡异的是 右下角这个人物 身体明明是背对着 但脸却是正对着你 这幅充满无序感和违和感的画 被所有人诟病 没有人可以理解毕加索认为的艺术 这种都不如三岁小孩画出来的作品 在当时完全没有被得到认可 直到几年后 人们在艺术上的理解更向前一步的时候 发现毕加索早已等在了终点 立体主义通常被认为是最前卫 开创性和革命性的艺术运动之一 它是富有理念的艺术流派 追求一种几何形体的美 并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来产生美感 它否定从一个角度观察事物和表现事物的传统方法 在平面的画纸上画出了来自不同角度的画面 而不是一个固定的位置 不同的明暗、光线、空气、氛围 所表现的趣味 让位于由直线、曲线所构成的轮廓 增加了情调和观赏性 就好比你和你的朋友站在物体四周 同时定时他看 毕加索将你们的眼睛看到的画面结合在一起 虽然画面可能会显得扭曲 但表达了来自不同方位和高度的视觉体验 立体主义者是一群疯狂的二次元 他们拒绝画作中出现任何空间关系 一切都要绝对扁平化 目标是消灭立体 立体主义带来的平面图像比立体更立体 它挑战现实的表象 挑战看世界的方式 随着时间的近迁 平面的东西已经不再满足我们的需求了 如今VRAR虚拟影像技术的研发 不正是代表我们远远不满足于平面的表现吗 我们一直渴望更立体 更真实 更符合我们想象的现实 我是佩琪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琪 小猪佩琪 我一直 melt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